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由于已经接种疫苗或曾经受到感染 全球至少有九成的人口 对新冠病毒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抗体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同时也警告 如果人们放松警惕 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致命的新变种毒株 社会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自从Omicron毒株出现以来 新冠病毒并没有停止变异 因此警告人们不能掉以轻心 另外世卫组织紧急情况主任瑞安表示 他们对于中国逐渐放缓分控措施感到高兴 他坦言在考虑到人民的生命 生计福祉和人权的情况下 世卫乐观乐见中国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 重新调整疫情防控策略 瑞安还说使用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将会是中国提高免疫覆盖率的可靠选择 然而各国政府还是需要根据国家的情况 决定使用哪一种疫苗